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四富兰都买了什么 这次八五折 然后我是在网上下单了 然后在店里又买了两样小东西 然后今天刚刚寄到 马上跟大家分享 我就不露脸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样买的是这个 SK2的这个Starter Kit 里面有三样小东西 打开给大家看 首先里面有一张面膜 就是SK2他们家的这个最经典的面膜 然后下面是这个SK2的Clear Lotion 一小瓶 下面是 下面是一瓶小的这个Facial Essence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洗面奶 然后我觉得这个小套装 就是还挺好的 给这种没有尝试过的人尝试 虽然我用过 我之前用过神仙水 然后洗面奶面膜 所有的产品我都用过 但当时我其实是有点买错了 因为我没有看到 它是这么小的墨树嘛 所以我当时以为会大一点 然后我就买了 我觉得还挺 这个还挺超值的 我就买了 但是没想到是这么小的 所以 但是如果是洗手没有尝试过的 想试他们家产品 我觉得这还挺不错的 下面买了一个Tatcha的家的护手霜 然后这护手霜就很多人推荐过 然后我刚刚也刚到的时候 就试试用了一下 它是一个打开给大家看 它的包装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它是一个紫色的管体 就长这样 然后打开之后 它是一个像防晒霜一样的 这个小管口 挤出来就是一个蓝色的质地 抹起来特别特别滋润 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护手霜的味道 因为这个护手霜 我没有在店里试过 然后也没有用过嘛 然后我刚收到 我觉得就是第一次的 就是使用感还觉得挺好的 我一定会在日后的爱用品里提到它 下面一个是Dior的一个眼影 首先就是里面有一个绒布套 然后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买的色号是876 然后是这个颜色的 一个淡粉色 一个米金色 一个晕染的一个棕黄色 然后一个深棕色 中间是一个酒红色 我觉得这个配色我特别特别喜欢 而且这一盘可以画出很多不同效果的眼妆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而且我没有试过Dior他们家的眼影 据说挺好用的我就买了 然后下面是一个这个 Sephora的这个小眼影 这个眼影我刚看到就是它打折嘛 现在11块然后再加上85折 我觉得挺直的 而且这个眼影有人推荐过 它的粉质还不错 而且这个配色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 大地色系 一个那个香槟色 一个金色 然后一个棕色 这个小盒就你带出去特别方便 我的色号是02号Sunray 然后这个颜色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就想马上打开给它用一下 因为我想看一下的粉质 真的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下面买了一个BECCA的这个Beach Tint 它是一个腮红 然后打开给大家看 里面就长这样 它是一个粉金色的感觉 它这个颜色色号叫Litchy and Opal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而且我看到过别的YouTuber试色过 所以它是这种粉色中带有金色 然后我还没有上脸过 但应该会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夏天嘛 就是出游啊或者去海边 所以它有时候会 你的粉状腮红不一定会那么持久 然后这种膏状腮红呢 就可以在你脸上保持很长时间 所以不会脱妆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下面买了一个NARS的 小的这个钻笔刀 然后因为我有 我有好几个都是用来钻 就是眼部的那个眼线笔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没有用 没有买过这种 是专门给纯妆的一个 钻笔刀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NARS这个 它有大头和小头 可以钻那个NARS的经典的那个 唇膏笔啊 你还这边可以钻那个眼线笔都 哦不对 这边可以钻唇线笔 就是这两个我都是想用做就是 唇妆的那些产品来用 我觉得挺好的 现在买了一个这个 是那个 Giorgio Money的这个唇釉 红管唇釉是501色号 然后又又504嘛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之前靠贵有试过 500和501 然后我觉得 那个500大家不都说是经典豆沙色 然后就是很好看嘛 但我觉得我是黄皮 而且一般亚洲人就是不太适合图很浅的那种唇膏 我就试了这个501我觉得501颜色要比500要浅一点 要深一点 所以我觉得更适合亚洲人的皮肤一点 而且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比500更适合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下面买了一个这个Anastasia的这个Brow Defender 就是一个那个砍刀眉笔 我的色号是Medium Brown 就长这样 它是这种鞋的砍刀的这种头 然后就画平眉很方便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小眉刷 下面买了一个这个Cover FX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遮瑕笔 然后这个我是看到那个Service Look推荐的嘛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里面是长这样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G-Lite 是当时那个店里的店员帮我选的 我觉得应该会合适 然后它就这么一小根笔 然后是这样一个你可以修饰一下你嘴边的暗沉啊 或者是你想打亮眉骨啊 或者是你有小的部分就是需要遮瑕 不想用很大的一个遮瑕膏就可以用这个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但我打开就有点失望的一点 是它的这个笔质就是包装感觉还挺廉价的 就是感觉很容易断掉 而且这种塑料这种盖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其他的都还好 但是这个包装就是有点廉价 现在在图片上应该看不出来 在视频里看不出来 因为我本人开始觉得有点廉价 这个盖子有点不太好 下面买了一个这个Armani的一个腮红 是那个它最热的那个号是502 是一个珊瑚粉橘色 就是长这样 有点色差 这样应该会比较好 它上面是有那种微闪 然后我觉得上脸应该会很提气色 我就买了 下面买了一个这个KA的修容饼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Medium 然后里面包装也很精细 它是也是有一个小绒布套 然后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打开 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很适合画笔影 不会偏橘偏黄 而它是偏灰的颜色 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修容的颜色 对于亚洲人来说 最后买的就是买了一个那个Fresh的套装 它有这个一个化妆包 然后里面就是有三样 一个大豆结面 一个莲花面霜 还有这个一个莲花的眼霜 这一套是买给我妈的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还会蛮喜欢的 对 那我这次就是买了这些东西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 嗯 应该还是最后的时间可以抢购这个斯芙兰85折的机会 你们有什么要买的一定赶快去买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给我种草的也可以 我准备再下一单 然后现在还有内门马克斯的那个200减50 现在也在进行 就是美妆也参加 如果你们有想什么想买的 赶快去那边看一看 对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